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鑰宇直播第15节 小编今天来到了高雄红毛港的朝凤寺 看他后面这边的朝凤寺 那为什么这边会叫红毛港 其实台湾 哦这边真的风好大 其实台湾呢其实有很多的地方 不只是高雄有红毛港这个名词 像在新竹台北 那为什么会叫红毛 是因为台湾早期啊 他是有被荷兰人所知名的 荷兰人跟西班牙人 所以因为他们的头发是红色的 所以就会叫红毛港 红毛 那除了高雄这个地方红毛港之外 其实像新竹也有红毛港 然后淡水最知名的红毛城 还有我们台南的刺坎龙 因为台南也曾经被荷兰人知名过 那像刺坎龙也叫红毛龙 那今天呢小编来到这间朝凤寺 它是一间 我觉得非常有文化特色 而且我来到这边 我感觉很舒服 因为呢 我现在站在的是他们的门口 然后门口呢 你就会看到他们 就会跟游客讲 入庙大吉 然后待会啊 我们出来另外一边呢 他有一个出庙大力 所以呢 就是 呃 告诉游客 你今天来这边 就是大吉大力 这样子 好那我现在所在的呢 就是朝凤寺的大门 那他们这边有 总共有五散的 这边五散门 那每一散除了大门之外 我觉得他的外观 其实呃 今天会有很多的特色 可以介绍给大家 比如说 像他们的 侧门 其实一般来讲 这个正门 除了有狮子之外呢 他的侧门 就有麒麟 两边有麒麟 这其实一般来讲 钓鱼呢 比较 比较少会看到的 然后还有他们的外观 呃 门 门牌 像是 你看哦 他们的胶纸桃 胶纸桃的特色 我觉得非常的精致 然后他们上面的 天花板的这个简连 色彩非常非常的缤纷 好 这只是外观的部分 现在还没有踏进去 那今天跟小编一起来直播的呢 就是我们 曹凤寺的主委 就是我们的红主委 红主委 红主委来来来 跟大家打招呼 嗨 嗨 大家好 那我们曹凤寺的委员干部 来来来 就是跟大家打招呼 对 这些都是 副主委 副主委 然后监察委员 因为他们那个衣服上都有秀 秀他们的职务这样子 谢谢你们 谢谢 对谢谢 然后今天呢 诶 主委 主委 主委来 好 OK OK 好的 然后现在呢 我们现在有进来那个大殿的部分 大殿的部分呢 大殿的部分呢 我们 诶 你好 这个是 常务委员 他们很害羞 常务委员跟总务 对 跟大家招呼 对 谢谢你们 好 因为一家 然后主委来 我们一起跟大家介绍下 这间庙的历史严格好不好 历史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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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抓魚,看到一片漂流霧, 找人起來看魚的觀念相。 於是我們跟牆上去三夜在招牌, 因為非常鳴嚴, 身為現實, 遺傳性質, 背心比較提議跟牠建廟。 當時是生活困惑, 用簡單的竹子、 蓋草料來做廟, 當時是幾百年前的事情。 年齡到民國六十三年, 我們的八十年, 開始跟牠建新廟。 牠這邊其實算是新的興旨, 牠之前是在小港, 鴻毛港那邊。 對,鴻毛港那邊。 對,鴻毛港那邊, 當時是鴻港, 為了配合政府的錢穿, 牠錢到這裡。 而且牠們這間廟, 有打會的基礎是從, 因為牠們簽紙嘛, 所以從洞土到晚公開幾年? 兩年半。 兩年半的時間, 就這麼大一間。 而且是赤字兩矣。 對, 最快的, 剛才兩年半就全部完成。 對呀。 而且我們這間廟, 也有土地公。 當時土地公也在, 這個社員, 一百二一年, 當時是福特新鄉, 是海底酒頭新城的。 有我們鴻江人在照拜, 到民國六十八年, 比較給牠起書。 所以, 鴻江只有一間一間土地公廟。 現在, 為了鴻江前川, 我們條往士跟福特寺, 兩間合併。 共同, 比較起在這裡, 起來於鴻江的九十五這個土地。 在當時, 一百九十年。 一八九十年。 對, 紅刷那個, 紅刷採訪廠。 有在鴻江採訪。 這個地方, 我們鴻江只獨特, 一間是廟宏, 一間是廟宏的。 所以, 我們的歷史是非常確定, 又有多元。 而且它這邊啊, 紅毛港這邊有五家的公廟。 而且它有五大姓氏。 那像紅主委呢, 就是其中一大, 這邊有五個, 就是姓紅的, 姓李的, 姓蘇的, 姓楊的, 還有姓... 姓... 姓... 彭... 姓紅,姓吳, 姓李, 姓蘇, 姓吳, 姓楊, 姓吳, 姓吳也有的, 對對對, 五大姓這樣子。 所以這邊呢, 曹鳳四這邊呢, 大概90%的, 90%的人都是姓紅。 對, 啊, 以下我們姓紅的比較多。 對。 我們五里, 佔三里的姓紅的。 對。 海灣里, 海峽里, 海鋒里, 所以我們姓紅的主名比較多。 對,主名比較多。 對。 好, 這是就是, 剛剛主委有跟大家介紹, 曹鳳四的一些嚴格。 就是它早期呢, 是從海上的漂流屋開始, 然後被人家撿起來, 開始刺鳳。 然後後來又跟土地功夫的政神一起合併。 然後到現在已經260幾年的歷史。 對。 然後它這邊主要的侍奉就是南海觀音。 觀音。 對, 就是那個, 紫竹市。 紫竹林。 紫竹林。 南葡陀的那個觀音佛祖。 好, 然後我們現在呢, 就是在大殿。 那這邊一進來, 讓小編就是覺得很特別的地方是, 它的柱子特別的多。 對。 對。 柱子我給大家看一下。 呃, 我們從正中間開始看。 你看喔, 它兩旁。 因為它這間廟是有, 等於是五門嘛。 五門。 然後等於說, 主寺的就是中間, 我現在站在的位置是正中間, 就是那個南海觀音。 觀音菩薩。 然後你看它, 觀音菩薩的兩邊, 很少一間廟, 裡面的柱子這麼多。 而且它的每一根柱子上面都有, 都有這個提詩。 這個都是觀音自己下來, 就是提詩的嗎? 對。 對。 哇,不簡單耶。 所以為什麼小編的那個, 標題會打說, 寶獨四書。 寶獨四書的南海觀音。 因為這些都是它自己提的字。 而且重點是啊, 重點是它的這個柱子, 豬虎要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柱子。 這個柱子它是原始的對不對? 對。 這是原始的。 啊, 中間挖空。 嘿。 吼, 那, 鐵壓起來。 對。 啊,它從上面靠下去。 灌泥漿這樣子。 灌漿下去, 一體成型起來這樣。 一體成型, 所以說, 它這, 你看喔, 它的柱子這麼高, 等於說它的石頭要非常非常, 而且它是原始, 所以說這個石頭要非常非常的巨大。 對不對? 對。 而且它都是, 就是原始, 然後這樣子過來。 寬, 才可以挖。 哇。 而且你看它這邊總共, 裡面有十幾根這樣的柱子。 對。 不簡單耶。 十幾根, 對。 而且裡面有比較高。 哦, 裡面的有比較高。 有把它墊高, 是不是? 有把它墊高。 那它, 它的那個, 失去的意思在講什麼? 哪個失去啊? 就是說它每一根柱子的, 因為它是這樣一對的柱子, 一對, 最前面是觀音菩薩的對聯, 這個是馬祖的對聯。 哦, 第二根是馬祖的對聯。 這一個是馬祖的對聯。 這一個是馬祖的對聯。 所以它, 它另外一個應該是聖對不對? 第一個應該是聖。 對, 然後這一邊是母, 所以是聖母。 對, 對, 對。 哦, 所以, 它, 我看到了, 就是它是用, 你看, 這邊聖, 然後另外一個是母。 所以它是用聖母的, 開口, 對, 去做事。 然後這一個是溫, 五五千歲, 噢, 五千歲, 這邊是溫, 然後另外一根就是佛。 然後再來是嘲諷, 嘲諷的嘲, 然後另外一根是佛, 開口這樣子。 哇, 這個是他自己提的哦? 哦, 怎麼這麼厲害? 這個, 以前就有底了啦, 有請那個, 比較特別的師傅, 再研究一下這樣啦。 OK,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進到那個, 對, 就是近距離的。 那裡面的肚子又比較高。 是的, 它這邊的主神是觀音佛祖, 沒錯。 觀音大師, 然後我們現在呢, 一般呢, 一樣也是, 沒有辦法進來, 但是今天, 主委帶著小編。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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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大家,主委請,主委請。 好, 我們現在, 現在進來到裡面呢, 我們可以近距離的拍攝這個, 這一尊, 觀音佛祖。 它這尊大概是多久了? 蛤? 這尊, 大的。 大的, 對, 大的, 差不多八十年有了, 八十年有了, 然後旁邊的那個小的, 就是, 啊,小的比較久, 小的, 就是海上漂流的那個嗎? 對對, 中間那一個, 是這個嗎? 這個? 中間那一尊, 這個? 小的三尊嘛, 中間那尊, 這個這個? 哦, 所以是, 等一下, 哦, 是這個? 有沒有, 中間的那一尊呢, 大概有兩百六十幾年的, 就是從海上撿到的那一尊就對了? 對對對, 然後大的這一個是後來才, 才雕刻的? 才雕刻的, 舊廟的時候雕刻的, 哦, 然後前面的這一個呢? 前面的這個, 也是, 他的全身, 這真的全身就是這身, 哦, 所以他有飛一代二代三代的, 對對對, 所以這個是第二代? 對對對, 然後後面這個大字是第三代? 對對對, 哦, 了解了解, 嗯, 然後他, 他後面有寫紫竹領, 就是代表他是, 呃, 南普陀那邊的嗎? 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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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普陀山, 南海普陀山, 觀音佛竹, 然後前面的這個是, 那個, 牽手牽眼, 准提菩薩, 准提菩薩, 這一尊是准提菩薩, 這一尊是准提菩薩, 而且你們的那個, 前面為什麼會有這一組的, 這一組, 這一組的桌椅啊? 桌椅就是, 給神明辦公在用的啊, 扣人來在做什麼的啊, 哦, 就是其他神明來這邊做課的時候, 對, 然後就是, 就像我們一般的在開會, 對對, 開那個一樣, 哦, 了解了解, 然後他這邊主事就是這一尊, 對, 觀音佛竹, 對, 在小邊的右邊呢? 就是聖母, 馬子, 哦, 聖母娘娘, 所以剛剛也有看到聖母的那個柱子, 對, 就是以他為, 為名的詩這樣子, 對, 他的聖母, 他有分是, 呃, 哦, 大媽, 那個嗎? 對啦, 嘿嘿, 這個是大媽就對了, 對對對, 中間這個是, 也是他的前身啊, 哦, 這也是他的前身, 比較早的前身, 對, 然後後面那個是, 現在第二代, 第三代這樣, 然後這個是其他, 北槓朝天宮, 他們來這邊做課的嗎? 沒有, 我們去那邊, 進鄉的, 進鄉他弄的, 哦, 是我們去進鄉, 然後天上的, 而且裡面的柱子都好漂亮哦, 對啦, 這個, 柱子都是, 巾骨齁? 對, 都是章木, 那個是章木, 這個就是章木的, 都是章木的, 哦, 都是章木, 然後, 再來的話呢, 你看哦, 這邊還有一根柱子, 這根柱子, 它是用, 朝, 朝縫式, 朝縫式的, 朝, 朝, 對, 然後另外一個是縫, 縫在那邊, 然後中間是佛祖, 佛祖的柱子, 對, 佛祖的柱子, 好, 然後這個呢, 就是柱生娘娘, 對, 柱生娘娘跟那個, 三奶夫人, 三奶夫人是哪一尊, 因為我第一次聽到三奶夫人, 旁邊這尊, 騎馬的, 對, 順天姓物啦, 順天, 哦, 騎馬的這一個啦, 對, 所以這尊叫三奶夫人啊, 對對對, 它是在台中是不是, 不是, 那個高雄大社, 哦, 碧雲宮, 三奶夫人, 對, 哦, 三奶夫人, 第一次聽到, 然後, 柱生娘娘, 後面那個是鳳對不對, 對, 那個是鳳, 那個是鳳, 好, 好, 這邊是右邊, 然後我們現在呢, 好, 左邊, 左邊的話呢, 好, 左邊, 打開一下, 左邊的話是侍奉了, 溫甫千歲, 就是我們剛剛一看, 哦,麒麟哦, 哎,這個好特別哦, 就是, 麒麟, 對, 溫甫千歲, 所以為什麼你們的門, 都會有祈領, 是因為這一尊, 溫甫千歲嗎, 對, 因為其實, 很少看到那個, 呃, 大廟, 除了正門之外, 旁邊的小門, 會有祈領, 有啦, 也有, 對, 然後是這尊, 啊,為什麼前面有這麼多, 小尊的, 哎, 都來做客, 還是也是去祈, 南昆申, 有聖翁爺, 還有五五千歲, 五五千歲, 五真的五五千歲, 哦,南昆申戴天府的五五千歲, 哎, 都有, 在裡面都有, 五五千歲, 五五千歲,聖翁爺, 聖翁爺, 對, 這邊, 這是溫甫, 這一尊是溫甫, 然後最, 左邊的呢, 是, 土地公啊, 哦,土地公, 就是跟土地公一起, 就是結合在一起, 哎, 這邊, 哦,土地公, 為什麼會這麼多, 對, 土地公, 這個, 大邊這邊, 是那個佛德石, 合併的那一尊, 哪一尊是, 哪一尊是, 哪一尊是合併起來的, 這尊啊, 這尊, 這尊大的, 跟這一尊, 這尊也是, 你說這尊大的嗎, 對對對, 啊,這個是土地婆嗎, 對, 沒有沒有, 也是土地公, 這以前本市的土地公, 哦, 廟都有土地嘛, 對, 那另外是, 那個, 土地廟的, 胡德, 是, 合併起來, 在這裡的, 所以它, 為什麼會有兩尊土地公一起, 哦, 是這樣子的原因, 就是原本是, 這個是原本就在這邊的, 對, 右邊的這個土地公呢, 它是, 一個土地廟的, 我們後來就跟它併, 併在一起就對了, 對, 它同一遍在一起, 第一次看到兩大尊的土地公, 對, 好, 這個就是, 爺陽前面都是, 也都是去祈的, 他們都併, 哦, 副位喔, 這個每尊每尊都有兩個副位嘛, 這樣, 啊, 那前面這些小尊的, 都是, 都是, 哦, 全部都是, 有需要的人, 啊, 就給它去, 然後它後面這個是龍, 麒麟, 麒麟, 這個也是麒麟, 哦, 這個也是麒麟, 藍的, 藍的, 神明, 都是麒麟, 一般都是麒麟, 然後女生的話, 大概是鳳, 鳳, 對, 然後它這邊也是, 這個算是, 也是用木雕的嗎? 哦, 這個都是木雕的, 其實他們這間廟啊, 我覺得他們有一些, 呃, 雕刻那種, 是蠻漂亮的, 而且膠紙棠的部分, 很多, 然後他們的那個壁畫, 啊, 這個是, 點光明燈, 點光明燈的, 點光明燈, 好, 主要呢, 剛剛幫大家介紹了, 就是他們這間寺廟, 主要侍奉的神明, 然後從這邊啊, 看出去, 就是, 因為五個神明嘛, 所以它會有五個門, 就每一尊神明, 就幾乎是對到一個門, 然後待會呢, 小編會, 帶大家, 再近距離的, 我們介紹那個, 門神, 跟它的牌匾, 為什麼它的牌匾會是一個特色呢, 待會我們會介紹給大家, 然後, 欸, 這個是, 中坦元帥, 哦, 中坦元帥, 好, 然後我們現在呢, 再走出來, 這個是十八羅漢是不是, 對, 旁邊十八羅漢, 這個是十八羅漢, 這個是六八十, 十八羅漢, 石雕的也是十八羅漢, 哦, 石雕也是十八羅漢, 對, 也是十八羅漢, 欸, 這邊不是只有十尊嗎, 另外八尊是在另外一邊嗎, 沒有, 在那邊, 哦, 這邊是十尊, 然後另外八尊, 九尊啦, 都九尊, 二二四六八, 這邊十尊, 對, 這邊十尊, 那你看他們的這個壁畫, 石雕, 也是十八羅漢, 對, 然後他們上面這個也是膠質桃對不對, 膠質桃, 然後, 最上面那個叫嘲諷土, 對, 嘲諷土, 而且你們的, 你們的那個結網, 真的好繽紛哦, 就是一般大部分看到的, 都會單一個顏色, 比如說全部都是金的, 或是全部是木雕的, 可是裡面這個是有上色的耶, 對, 就會比較色彩繽紛, 比較豐富, 而且它那個上面是縫是不是, 那那個縫在裡面, 那個也是縫嘛, 所以嘲諷時就是很舒服, 然後你看哦, 它的那個, 牆壁的壁畫, 這邊有一幅就是, 那個老虎, 你不管怎麼走, 它有點像3D, 你怎麼走, 它的眼睛就是一直看著你, 對不對, 立體的老虎圖, 就是, 虎笑聲威這個, 對,虎笑聲威這個, 這一個, 就是不管怎麼走, 你說好, 它現在是對著我, 啊, 我就是, 這樣子走, 看有沒有, 它就覺得, 這個老虎一直在看著你, 一直在對著你, 好, 然後呢, 除了滴花之外, 我們剛剛也介紹到, 我們剛剛也介紹到, 就是要跟大家介紹那個, 門扁, 扁鵝, 排扁, 因為它這邊的排扁很特別的是, 都是其他廟, 其他廟那個, 因為他們這邊是, 100年的元月5號, 完工的嘛, 所以呢, 它這邊的排扁啊,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 大岡山, 超豐寺, 送的, 對, 然後這個是, 南坤山, 南坤山, 因為這個, 這個...這個牌匾是北港的朝天宮 北港朝天宮 然後這邊是... 住生娘娘的是大社鄉的三奶 喔!三奶夫人 對!三奶夫人 然後啊!這邊也要有一個要介紹給大家 就是他們的門神 因為通常門神 就是我們一般比較熟悉的 那兩尊之外 他這邊...因為他有五個門嘛 五個門 對!五個門!那他每一個都不一樣 除了就是正門的 我們一般知道這個叫 這個威頭鎮蛇嘛 威頭鎮蛇 威頭鎮蛇 所以這個之外是我們一般比較常見的 其他的呢 他很特別的是他有一個叫做 風條雨順 風條雨順 風條雨順來給大家看一下 什麼叫風條雨順 他...有沒有看到他手上拿著這個雨傘 這個就是雨 對! 然後這個拿... 順 拿刀劍嗎?這個呢是順 然後風條是... 這邊是雨順嘛 對! 然後風條就是在另外一邊 風條的話呢 他手上拿的那個髮器是不一樣的 風... 是拿這個 然後條是... 你要不要看到這個琵琶 很像琵琶就是... 然後還有... 除了這個之外呢 還有... 加關進路 怎麼去判斷 加關... 這個應該是路對不對 因為他手上有拿那個 類似觀音的東西 進路跟加關這樣對 喔... 然後這個是進 進 欸... 加關進路 對... 所以是進跟路 進跟路 然後... 最邊邊的... 對... 對到的那個... 福德正神 就是... 加跟關 對 他加是哪個加? 加一的加? 不是 那個... 加起來的加 喔... 加減的加 加減的加 加關 所以... 加關 你要怎麼去判斷哪一個是加哪一個是關 對 他的... 他的... 手上拿的東西要怎麼判你 這個的話是有點像是那種... 呃... 飛... 欸... 這個... 這個東西 就有點像一個龍器 然後這個的話是一朵蓮花對不對 對 一朵蓮花 好 然後他的這一幅畫就好漂亮 跨虎步山 非常非常的大 非常非常的大 那... 我們剛剛啊... 因為我們進到的是... 剛剛那個大殿 對 然後... 呃... 在... 這個... 外面呢... 有幾尊神尊 還沒有介紹給大家 就是... 除了中壇元帥嘛 對...中壇元帥 中壇元帥之外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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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五令奇 小心 中壇元帥 對... 中壇元帥 可以上去嗎 可以走過去啊 哦... 可以走過去 然後... 三太子對不對 他的三太子好迷你喔 對... 而且他前面還有擺放他的玩具 對... 跟他的... 糖果 糖果 對... 那有棒球給他玩的 那有棒球喔 對... 哦... 要給他... 他的玩具 這些... 哦... 他的玩具好多喔 人家送過來的 哦... 全部都人家送過來的 就是... 給三太子 兩尊都是三太子 對... 欸...還是... 哦...三尊 對... 總共三尊三太子 好可愛喔 而且... 他的三太子 是不是有一些歷史啊 這個三太子 哦... 差不多啦 廟齡都差不多 哦... 這邊... 這個也是三太子嗎 哦... 都是三太子耶 來... 然後他這邊呢 還有一個 就是... 我覺得... 很... 發心的一群... 媽媽 可是他們做的事情呢 是... 送金團的 媽媽 送金團的 還有團長喔 登登 我們送金團的 美女們 手女們 耶... 今天送金就是這麼漂亮美麗喔 對... 就是因為... 你們支團是有挑過的對不對 對... 我們的團... 團長是這位 對... 阿姨你好 你好... 你送金送多久了 我送金已經送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了 對... 是因為... 送金才這麼年輕嗎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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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的顏值都蠻高的 我們前三十... 三十七年 我們就已經送這個... 送金團了 對... 哈哈... 已經送金團成立八將時... 送金團成立多久 我是... 我... 已經送到... 送金團是... 三十七年了 三十七年了 對... 啊... 現在... 過了... 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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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這幾年了 對... 因為... 我們已經老了... 我們以前是上京的時候 我是最年輕的 是喔... 但是... 現在也很年輕的啊 現在也很年輕的 所以... 也不老人 我們就... 上京有... 有... 都會... 給我們加齊... 你也氣子就好耶 你也氣子就好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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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子... 你看這團的質感多好 有沒有... 像我們在上京學生 我們在... 現在還來這裡齁 還做一件上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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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做... 做... 做公菜... 還可以... 做...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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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京...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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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 所以... 你... 練三十七檔啊 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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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練幾檔啊 我... 只有比三十七年... 三十七... 又比三十七年還資深的嘛 對啊... 我... 你會越來越年輕 這是使用這個... 才剛開始啊 這已經三十七年 會越來越年輕 對... 大家都看... 每個... 顏值都這麼漂亮 而且那種... 那種... 素顏美女 對... 那種素顏有沒有 那個... 臉啊... 就會那種... 很光亮 很光滑... 很漂亮... 無限快樂... 謝謝... 每天都活在快樂當中 歡迎大家來加入... 最好的保養品 對不對... 還沒送金的時候 那個皺紋是下垂 送完之後... 會有拉提的效果 這樣子... 立刻很多... 我會翻掌耶... 我會翻掌 翻掌齁... 欸...他們這都沒有... 都沒有化妝耶... 沒有... 皮膚都可以這麼好 沒有... 因為我們來這邊... 那邊有反光... 來來來... 我們看... 大家就是... 每個人的那個... 每個人的皮膚都... 金色色... 有沒有... 都是... 比那個... SK級的... 還要好這樣... 都用過期的... 都用過期的歐雷... 都不用喝喔... 對...如果說你想要... 維持下來的樣子... 加入送金團... 就對了... 每次一定要... 女生是不是... 男生也可以... 男生也可以... 現在是... 陰聖陽酸... 非常的陰聖陽酸... 比例非常的懸殊... 有男生嗎... 有... 有幾位而已... 有幾位... 只是今天沒有出席... 今天派出美麗的兩子軍團... 不要怕... 不要怕... 你是男生來多... 被我們童話... 對... 沒有... 男生會越來越帥... 對... 女生會越來越美麗啦... 對對對... 對... 謝謝你們... 都超發新的... 我們這個都是... 服務的... 服務性的... 一公... 一公... 現在送金團有幾位成員... 三十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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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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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相片是不是... 對... 送金團的相片... 喔... 你們送金團要穿這麼漂亮喔... 當然... 哈哈... 送金團... 你看到送金團的制服就對了... 對... 但是送金團... 女生的... 男生的制服是... 男生... 男生也太少了吧... 對啊... 有機會... 一二三四... 三位而已... 所以我就說嘛... 真的是... 陰盛陽衰... 所以呢... 如果說... 有男生想要加... 應該沒有限年齡啦...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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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先弄也可以喔... 有... 我們師姐說的... 有歡喜新的都可以... 有歡喜... 就可以... 不限... 不限年紀... 然後... 不限... 不限... 那個... 長相... 對... 有心就好... 小先弄也可以來報名喔... 不然是... 小先弄最好... 因為姐姐會很照顧你的... 哈哈哈... 一群姐姐... 欺負他不會的... 是齁... 我們很會照顧人喔... 真的... 真的... 好的... 那我們今天呢... 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 這邊是算... 二樓... 二樓... 因為它... 你們的階梯還蠻高的... 所以... 它是挑高的的人... 對... 然後還有一個地方... 要介紹給大家... 就是... 地下室... 地下室有什麼特別的嗎... 諸位... 欸... 有過... 北冠岸前... 空照度... 差不多30米的等... 喔... 紅毛港的那個... 那個... 空照圖... 空... 空照圖... 對... 然後剛剛小編一進來... 是有寫說... 陸廟大吉... 它這邊就有一個... 出廟大利... 有沒有... 出廟大利... 出廟大利... 就是讓你今天來這邊... 大吉大利... 對... 那我們也要怎麼走... 走... 這邊... 而且你們的金樓... 你們的金樓... 好漂亮喔... 對... 金樓... 好大... 也是環保的啊... 也是環保的... 對... 你們的金樓... 五彩繽紛... 因為它的那個... 旁邊都有那個... 那個叫龍... 對不對... 是啊... 龍... 你看... 都是龍... 而且你們的金樓... 旁邊也有那個耶... 那個... 結網... 他們的金樓... 天啊... 他們的金樓... 也有那個耶... 然後... 一個公分... 你看... 那個金樓... 好漂亮喔... 好... 那邊有寫... 紅毛港潮風寺... 然後金樓下面又... 又龍... 那我們的特色那個圍牆啦... 圍牆喔... 圍牆為什麼會有特色... 圍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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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個... 圍牆... 而且圍牆... 還蠻長的耶... 你們這邊佔地幾坪啊... 好大喔... 欸... 我們佔地800多坪... 佔地800多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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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來... 給大家看... 如果你要來的話... 記得Google地址... 紅毛港路90號... 非常的好記... 喔... 這是他們的... 然後裡面... 欸...那個是轎嗎? 轎啊... 啊... 我們這裡比較特別的就是... 有一位... 許許... 人生的... 龍... 龍... 嗯... 啊... 那是用那個... 萊龍的毛啊... 所... 圈製而成... 啊... 用鐵啊... 做... 對... 啊... 用那個... 彩衣附體... 嗯... 啊... 只有我們新民生... 有... 走出來的... 展示... 對... 展示... 那個...什麼... 什麼... 翔龍獻綴... 喔... 要不要看一看... 好啊... 好啊... 他們這個轎... 這個... 這個就是他們的轎... 蠻漂亮的... 而且喔... 喔... 好多個喔... 你們的轎怎麼那麼多個... 有四個... 這個龍都... 那個轎... 對... 連的... 用那個... 那個... 就很特別的... 這個是龍頭... 龍頭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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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頭在這邊... 然後就是... 你說這個是... 什麼時候才會有這樣子... 的活動才會... 出... 新民生啦... 很靠出來... 很靠出來... 身體... 就台灣... 台灣沒有啦... 主要我們有... 只有你們有喔... 哇... 然後這個一樣... 你們轎好多個喔... 對... 這很特別的喔... 對啊... 然後這... 旁邊也都是... 這個是以前的... 比較舊的... 所以它有分一代二代... 這個龍頭也是嗎... 蛤... 這個龍頭... 龍頭... 好多個啦... 龍頭好多個喔... 爸... 他們的轎真的好多喔... 這邊... 這只是以前比較舊的... 嗯... 以前比較舊的... 好...我們現在要去看的呢... 就是... 紅毛港的那個... 全照圖... 空照圖... 空照圖... 有30米喔... 30米嗎... 對... 30米的空照圖耶... 哇... 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 這個呢... 可能鏡頭... 沒有辦法一次... 入鏡... 因為它太大了... 但是我可以盡量的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邊... 有一些介紹... 比如說... 紅毛港居民的原汁... 就是它... 因為有遷移嘛... 原本的話呢... 就是... 因為... 呃... 原本住的已經... 因為整個都已經拆遷掉了... 然後... 所以這個是在拆遷前... 對... 拆遷前的... 對... 空照圖... 空照圖... 來... 31米喔... 31米... 所以我現在慢慢的帶大家看一下... 哇... 這個好... 這樣子拍到... 再把它... 前接起來這樣子... 對... 呃... 當時... 我們那個... 欸... 為什麼上面都有名字啊... 對啊... 他的家啊... 哦... 就是誰的家這樣子喔... 對... 哇... 以前我們嘲諷寺的位置就是在這裡... 哦... 以前嘲諷寺位置... 對... 在這裡... 這個小間... 欸...沒有啊... 以前這一間... 欸...對... 哇... 主委啊... 你家在哪裡... 我... 我的家... 而且他這個姓洪的... 我的家在這裡... 哦... 你的家在這邊... 對... 你的家在這裡... 我的家在這裡... 姓洪的真的是蠻大性的... 對啊... 他每一間... 這個... 那個... 海上國小在這裡... 哦... 國小... 他每一間做一個國小... 整個護... 護長的那個名字都在上面就對了... 嗯... 這樣子看... 還蠻壯觀的耶... 31米... 不簡單... 全部... 把它... 結合在... 這幅圖畫裡面... 以前是... 南星... 南星計畫... 以前是... 南星計畫... 以前是... 南星計畫是什麼... 洲際碼頭啊... 哦... 洲際... 碼頭... 對... 重大建設的洲際碼頭啊... 嗯... 哇... 每一個都這麼小... 這麼小... 呵呵... 好大喔... 這個是當初... 誰... 誰... 負責這個... 這麼偉大工程啊... 好有心喔... 那是... 文化協會拿過來... 我們這邊的... 哦...文化協會... 政府單位也有啦... 政府單位... 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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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的... 我們從... 一開始的... 大門口的大店... 然後到... 就是... 呃... 介紹完主身... 還有... 呃... 好亮... 它的公廟... 呃... 門身... 還有它的... 牌匾... 到它現在的... 地下室... 那地下室... 那地下室這邊的... 呃... 紅毛港... 全兆圖... 31米... 那也謝謝今天主委... 主委的關係... 我們才可以看到... 這麼稀有... 因為這個... 一般有沒有... 很少人會看到這種... 呃... 全兆圖的... 全貌... 有啦... 都開放給人家看啦... 有開放... 所以歡迎大家... 來... 嘲諷寺走走... 可以帶... 呃... 請主委... 如果說你來很好奇的話呢... 可以請主委... 或者是廟宇的幹部呢... 帶你來到... 地下室... 看... 紅毛港的... 全兆圖... 歡迎... 非常歡迎... 直播第15節... 小編來到了... 高雄... 紅毛港的... 嘲諷寺... 那今天也謝謝... 紅豬衛... 紅豬衛的... 介紹... 那... 也歡迎... 寺廟100... 呃... 寺廟直播100節呢... 也歡迎大家邀約小編... 那我們今天到這邊喔... 豬衛我們先跟大家... 拜拜...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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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